检调查出快筛进口商、大兴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以大陆劣质或混冲美国原厂富乐FlowFlex快筛式积募局暴力 而高雄市府也被挖出 迅速提拨9500万预算金 短短一天就截标 高雄市议员米参选人白乔英金16日爆料指出 早在5月13日卫福部就收到检举公文 内容讲述富乐产品有问题 请卫福部撤销异味并废止供国人使用 黑心快筛5月13日检举公文曝光 白乔英卫福部没人上班 检调查出快筛进口商、大兴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以大陆劣质或混冲美国原厂富乐FlowFlex快筛式积募局暴力 而高雄市府也被挖出 迅速提拨9500万预算金 短短一天就截标 高雄市议员米参选人白乔英金16日爆料指出 早在5月13日卫福部就收到检举公文 内容讲述富乐产品有问题 请卫福部撤销异味并废止供国人使用 白乔英批评 卫福部是没人上班还是机器人代签 为何满满两张公文说不能卖 还但你是让大兴毫无阻碍卖了足足一个月 白乔英16日凌晨在脸书表示 睡前收到这份匿名人士提供的卫福部签收单 签收日期是5月13 内容讲述原本要代理富乐的EU科技发现产品有问题 请卫福部撤销紧急使用授权EUA 并非只供国人使用 白乔英质疑 卫福部收到两张满满的公文说富乐不能卖 但还是让他在大兴手上毫无阻碍顺利卖出去 卖了足足一个月 此外 大兴公司接下政府2.4亿计专案 若一计赚50元 2.4亿计就是120亿元 高雄市民差点被坑9500万 如果没有被台中市政府发现瑕疵紧急示警 还打算继续用礼貌换太子的诈术欺骗国人多久 白乔英批评 石药署给的快筛EUA为何会争议不断 台湾大型异财商为何总轮不到代理机会 双北明明有上千家异财商 卫福部却屡屡爆出让小吃店 文具行街上亿元的快筛标案 难道这些小店的讯息能力远远强过在业界长期走跳的资深异财商吗 还是说你看到的这些小店负责人都只是挂名的人头而已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鬼故事 金额太庞大 剧情太夸张 白乔英说 有三种可能 那就是卫福部的阅读能力有问题 与病毒共存摆烂到底 利益勾结一起赚一起闭嘴